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人奇人哪里找 大陆特别多 什么样千奇百怪的特异功能 在内地普通都找得到 而且在四川银山里 甚至还有个高枪不入 就连电钻都不怕的传奇人物哦 看到没有 我这个动作 而且我背后有树 还有一个阿嬷 没有说我就是在公园里面 而且我在练外单工 不是啦 我干嘛在公园里面练外单工 公园啊 就是小朋友 还有阿嬷阿嬷 练木工的地方 那练木工 我们要找的电钻旗人 应该就有关联 而且看看背后 有没有看到那边很多人 那边有人在围观耶 我们不知道看到那是什么好不好 谁说高手高高手 就一定是躲在深山里闭关练功 那是古代人的想法 现在讲究的是交流和宣传 在公园里练功才是流行的玩法 可别小看这个公园里 不是阿嬷就是小朋友 搞不好我们所要找的高手 就是这其中一个哦 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 哇 这耍枪 而不是耍枪 应该是耍刀 大刀 来来来来 刀 刀 盾 盾 哇 有盾有刀 而且那个前面那个师傅 有没有 这种超冷的天气 他还穿这么少 哎 师傅 哎 师傅 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哎 可以请问你一下吗 这么冷的天气 你不能让你穿这样 哇 斜肩耶 开玩笑 不会 不会吗 练功嘛 练功 练功啊 对 师傅可以请教一下 您是哪门哪派吗 我是那个神会门武功的传人 神会门武功的传人啊 对 哎 好酷哦 然后 那你们 你们刚刚在练的那一套 那一套路是什么 这是我们神会门武功里面的 一个集体套路 叫集体盾材刀 那你耍这个刀啊 耍这个盾耍多久了 我八岁开始练功 八岁就开始练了 是不是 因为你今年贵根了 我今年三十八岁 三十八岁 练了三十个年头了 哎 那师傅 如果你练了那么久武功 那你应该听过 有一个很厉害是 金钟造铁股杀 已经练到一个如火纯鸡 连电钻都钻不了它 你有听说过这样的人吗 我们大陆在国内的话 是 也说能够用冲击钻来钻 杜虚钻钻银河钻太阳区的 对对对 就只有你 就是你了 我不相信 你那个你说你金钟造铁股杀 对不对 证明我看吧 可以 你刚刚所说的要表演那个电钻 到时候我就表演给你看 可不可以用这个刀先试试看啊 也可以啦 可以啊 对 我来咯 没事了 没事可以多大力 可以 这个刀是弹开耶 我再大力一点哦 来咯 我摸起来没有腹肌 但是超硬的 是不是是不是 高手就在公园里 这是一点都不假 虽然目前看得到的门徒 只有小猫两三只 但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啊 要是一发功 就像猛虎出啥一样 杀气十足啊 哇师傅 我们要准备那么多家伙啊 对 等一下要展示的那个 金钟头提补山的嘛 嘿嘿嘿嘿 这个格西超多的 你看看 这什么啊 这个是三枪四身碎大石用的 碎大石 胸口碎大石用的啊 对 还有什么 这个呢是 用鼻子 把这个 工队机的轮胎 把它推起来 用鼻子 把轮胎吹起来 这个你相信吗 不可能吧 这个是等一下要表演铁侯工的 这三把枪要顶住咽喉 三把枪 这个要顶住咽喉啊 这个要顶住咽喉 这个要顶住咽喉 这什么样还要上枪头 顶住咽喉以后 后脑后面还要放一块头 用铁锤打 用这个底咽喉 我的妈呀 真的假的 这个是棍子 这个打小孩的 就是从在它头上 背上 手上 肚子 脑 把它打断 爬上棍子打断啊 公道啊 要这样子打断了 真的假的 用棍子木棍耶 天啊 这个就是你刚刚要看的那个 电钻 这个要钻哪里啊到底 这个就是请观众来鑽肚皮 鑽咽喉 鑽太阳穴 鑽肚皮 鑽咽喉 鑽太阳穴 鑽太阳穴 哦 怕怕怕怕 想到就怕怕 你看 奇怪咧 这么危险 这么恐怖的 肉身挡电钻的表演 干嘛要选在这个人潮众多的地方啊 吴师傅 你不怕出手太重 伤极无辜吗 不怕万一 落刹 表演失败 会在众人面前出球吗 师傅说 就是为了证明真功夫 所以才要让众人一起来见证见证 好 师傅 我们先从什么开始表演呢 那里 首先是从这边开始 木棍是不是 对 我看到 诶 这个木棍没有很重啦 但是 这个木棍完全死心 你看看喔 死心的 等一下就是了 打 打头 打头 打当 这个打头啊 打当 当是打 下面啊 对 这个 哇 就有几阿鲁巴耶 有没有看到 直接用这个打当耶 不是吧 打当耶 也就是说 要打跨下 该兵耶 这个只要有百万分之一的偏差 就会让人绝子绝孙 绝对没有后代的啦 师傅说 没问题 要不就先从打女儿开始呗 哎呦 我的妈呀 诶师傅 原来你连女儿也要抓下来打 来咯 来咯 打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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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真的要从手让他打下去哦 诶 对 一 二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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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二 不會 完全不會 你知道他們是把那個氣 完全暈到手臂上 有沒有 這個就是完全人間凶器 話說胡師傅練功練了三十幾年 還曾遠赴 隔南松山少林寺百師學藝 之後還創立了武術學校 雖然學校目前停止招生 但也早已逃離滿天下 不但學生眾多 就連老婆和女兒 都是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 來… 來… 準備好 撐住好 一… 二… 一… 漂亮 漂亮 可以嗎 我現在可以摸嗎 可以 會不會痛 完全不會痛 對啊 你剛剛原本是把氣灌在肚子上面對不對 然後你之後把它衝到腦門 你就衝到這裡對不對 那如果 在打下去的時候 氣跑掉怎麼辦 那一般不會痛 一般不會痛 一般不會痛 你只要灌到哪裡 它就會停在那裡 哇…所以你現在的氣在哪裡 現在還在頭頂 現在…現在在頭頂 馬上就會散掉了 好… 好…那你現在要把氣灌到… 當步 當步 哇… 啊… 啊… 對不起… 哇… B-boy… B-boy… 一… 一… 二… 一… GO 掌聲… 掌聲… 嗚呼… 哇…天啊 這真是讓人看得傻眼耶 難道說這就是傳說中的金槍不倒嗎 師父說啊 神會門不但有多種的武術套路 更有武俠小說裡所說的點穴和氣功 而硬氣功呢 只是其中的一種 師父 接下來我們要表演什麼呢 接下來就是表演鐵喉弓 鐵喉弓 對 鐵喉弓就是喉嚨啊 對 怎麼個鐵法 鐵喉弓呢就是 雖然這三把槍 三把鐵槍 它不是很尖 但是它是把那個槍頂在咽喉以後 把它頂彎了之後 然後背上再放石頭 然後用鐵錘使勁地往下打 然後把那個石頭打爛 這個 人家是胸口碎大石 它用喉嚨碎大石 是這個意思嗎 對 它不光是喉嚨碎大石 它是喉嚨前面有三把槍頂住的 然後在後面打 你們怎麼會想到這麼多花招來搞自己 神會門的絕技 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 是由六祖惠能的徒弟神會所創辦的 直到清朝末年曾經中斷失傳過 一直到了胡師傅 才又讓失傳的絕學 再度重現江湖啊 齊嚨碎大石 很熟一 都很熟一 太熟一 太熟了 太熟了 很熟一 別敗 一 爬 爬 爬 你啊 你啊 噢 我看一下 過疲了啦 過疲了啦 但是這樣是 這樣算成功還是失敗 這樣算成功吧 欸 你知道嗎 你看我的手這邊都已經 有沒有 有這個痕跡有沒有 因為我一直頂著這個地方 然後這樣很用力很用力這樣撐著 我的手都在發抖了 他用喉嚨欸 他用喉嚨欸 接下來是那個 金鐘罩鐵布山裡面的一種 三槍刺身碎石 三槍刺身碎石 對 就是這三把槍啊 然後他趴在上面以後 背上還要放一塊石頭 超重 這個哪裡輕的 這比我們攝影機還重 這個超重的 然後放胸槍啊 放在他的背上 背上 他爬在那個槍枕上 胸部去頂著這個槍啊 看一下 哇 我們來做個實驗好了 這邊有一根西瓜 一顆西瓜 剛買的 來囉 他就這樣戳下去耶 預備 3 1 2 1 1 1 2 2 1 1 1 2 1公尺遠的地方 就是狼頭這麼一敲啊 巨石 立即碎裂成石塊 這真的是叫人膽戰心機 嚇嚇喔 這要不是我心臟強 有誰受得了啊 好啦好啦 咱們先輕鬆一下 看我們大嫂鬥趣的絕活吧 真的假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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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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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喔 我們已經三個人在換手了耶 你看這那顆 已經完全反起來了 有沒有 而且是旁邊的地球 準備要爆炸了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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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隊 你看一下我的氣球 再看看你的氣球 我的天啊 這個 那個 該怎麼說咧 大嫂的吹功 果然不是蓋裡 只是我是兩手打氣打到手軟 上氣都不接下氣了 大嫂你居然還能像沒事的一樣 彈笑風生啊 小弟實在是 佩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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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在這裡 電鎖來了 讓我來試一下這個電鎖 有多鑽好不好 試 coordinates 我怕這個電動有多轉 好啦好啦 等一下 不要再轉了 這個真的 十星的木頭就這樣被鑽一個洞了耶 有沒有看到 師傅真的可以嗎 這個有點利耶 不怕 你這個都好多洞啊 那是以前受傷的 以前受傷的 對 你不要今天受傷啊 不會 師傅再發工了 發工了 有沒有看到 那個氣勢上在肚子這邊了 好 師傅你來喬 要停 要停 好 要停 什麼意思 不行要說喔 不行 那我轉囉 預備 預備 1 1 2 2 3 2 1 1 2 還要轉 還要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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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不敢轉了 已經轉了 行啦 休息了好不好 哇 哇 欸你看你看 欸 師傅 鑽破皮啦 鑽破皮啦 因為那個電鑽也用進來 來鑽的話 它就是相互摸擦的話 是 也會把皮磨破的 會把皮磨破的 對 它只是鑽不進去 但是皮還是要磨破的 真的鑽不進去 你看剛剛那個木頭一鑽 就 就進去了 但是師傅的肚皮 怎麼鑽就鑽不進去耶 對 還有等一下 沒有 就一定要鑽那個木頭 那我要這樣子嗎 可以 一直頂 對 我會用心來頂你嗎 我幫你 我也會用心來頂你 好 還是拿好 你不行的話就放手沒關係 這樣可以嗎 頂住了 等一下 好 可以了嗎 等一下喔 好 幫我頂好 我頂好 預備 1 2 轉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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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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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我們在轉的人 真的是嚇死了 你知道嗎 話說咱們的胡師傅 小時候是個體弱多病的男高小孩 因此胡師傅的真祖父 才會想到讓師傅去學武功 而師傅也就因為這麼一練 不但練出了體力 也練出了興趣 練功三十年 不但刀槍棍劍 十八般武藝 仰仰精通 他的絕學 硬氣功 更是全球唯一 獨步武林啊 傻眼 真的是傻眼耶 沒想到原本只有在武俠小說和電影虛構的情節中 才可以看到的金鐘罩鐵布山 居然會出現在我的眼前 而且子儀我還充當了一回 殺人兇手 這感受真的是恐怖的了得啊 然而我們在此還是要呼籲一下 小朋友 書書網 我是有練過的 千萬不要亂學喔